哈啰哈啰 我是GinGin 最近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出訪亞洲 第一站到了新加坡然後第二站是越南 可以說是鯊魚而歸 超丟臉 新加坡跟越南兩個國家 在地理位置上面都非常的重要 尤其新加坡它更是東盟的頭 說什麼大概就代表了東盟的一個態度 因為新加坡它剛好守住這個馬六甲海峽 它是一條國際水道 那馬六甲海峽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概90%的石油 石油同時也是戰略物資啊 90%的石油都要從這條馬六甲海峽 這條細細的水道一直走 走到上面然後再運到中國大陸 其實不只是對中國大陸 對日本對韓國來說 馬六甲海峽也是一條非常重要的能源水道 而這個馬六甲海峽喔 這麼細細的一條通道 要是到時候有一個什麼樣的閃失 被人家掐住了咽喉 不管是被美國控制 或者是被海盜控制 對中國來說都會是個大麻煩 所以馬六甲海峽 它並不僅僅只是一個國際水道而已 它更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 而且美軍在這邊有一個張宜海軍基地 這是一個深水港 美軍在這邊呢 可是跟新加坡有簽約的喔 美軍的第七艦隊大型的船隻 甚至是航空母艦都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得到維修還有後勤補給 也就是說從此以後 美軍24小時之內可以穿過馬六甲海峽 進入印度洋阿拉伯海 甚至是這一塊南海海域 至於大家在這邊看到金蘭灣 這個是全世界最好的深水港口之一 深水港它可以停靠大型的船隻 船艦 可以讓這一些甚至是航空母艦 進進出出 而金蘭灣就在越南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停靠航母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哇塞 這個要對抗中國 在南海這個區塊 有了這兩個港口如虎添翼呀 可真是更方便了 那奇怪了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來到東南亞訪問 可是不久前在7月底的時候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不是也來過嗎 也訪問過了新加坡 也訪問過越南耶 那上一次奧斯汀來東南亞抹黑大陸 是不是沒有什麼成效啊 所以這一次又派了副總統來呢 那美國這一位副總統哈里斯啊 他一般被認為沒有什麼實力 也沒有什麼能力 肚子裡也沒有什麼墨水 也沒有什麼內涵 當被問到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一些不恰當的 哈哈哈哈 這種笑聲來掩飾他的尷尬 來掩飾他不知道要說什麼的困境窘境 那為什麼會派他來呢 因為這一次哈里斯呢 他不需要說什麼 他只要重複上一次 國防部長奧斯汀所說的話就可以了 例如啊什麼中國霸凌別人啦 然後中國侵犯別的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啦 然後美國要維繫國際秩序啦 要維護南海自由航行啦 等等等等等等 就像個鸚鵡一樣 repeat重複就可以了 連我都會背了 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選美國的女副總統呢 反正都是一些老招啦 都是一些城牆爛調 那新加坡跟越南他們也不是笨蛋 他們也知道 美國就是要全心全力的對抗中國 圍堵中國 那要把印太戰略實踐好 東南亞國家不可少 所以當然是要拉著東南亞國家一起圍堵中國啦 可是啊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態度一直都非常的明顯 李顯龍已經告訴大家不會選邊站 同時也告訴拜登 你要正視中國崛起的事實 不要跟中國為敵 那不管奧斯丁講的天花亂罪 反正李顯龍他就是不選邊站 奧斯丁講不動新加坡 現在美國的副總統哈里斯又來囉 8月23號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跟新加坡總理訪談結束 那一樣啦 反正哈里斯就跟李顯龍重複了奧斯丁所說的話 不外是一些美國要維護國際秩序 什麼南海自由航行等等 還有美國重視對東南亞的承諾 那當然啦李顯龍也說 哎呀我們也很重視美國新加坡也要加強跟美國還有其他盟友的關係 那李顯龍並沒有回應到南海問題啊 或是什麼國際秩序啊 都沒有對這些有正面的回應 所以你感覺得出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他在打太極 沒有給出正面回應很含蓄很隱晦 但是重點是現在根本沒有人在管哈里斯的這些問題啊 也沒有人在管東南亞的一些部署 現在所有的人都聚焦在阿富汗的問題上 所以記者們大部分都是在問哈里斯 我們要怎麼信任美國 現在美國的撤軍撤得這麼難看 之後怎麼辦阿富汗現在狀況怎麼樣了呢 誰要聽哈里斯來到東南亞一直說人家的壞話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煩不煩啊 除了挖洞挖坑陷害人家 還要講些什麼 再加上新加坡也說了不選邊站 所以哈里斯碰了一鼻子灰很丟臉 然後接著又到越南去了 到越南那不是更尷尬 人家都說了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 那昨日是誰啊 昨日不就是越南嗎 哈里斯還好意思提美國對東南亞的承諾 還說北京在霸凌大家 你看看現在阿富汗吧 我想越南人現在頭上應該都冒著三條線 美國還好意思說承諾 各位帥哥美女 現在阿富汗局勢一團亂 直接大家都把越南跟阿富汗來做比較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20年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撤軍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亂 但是哈里斯也很為難 不說又不行 說了人家又不信美國的承諾 不過哈里斯在越南這一趟 他的臉真的是被打得更腫更響 在哈里斯的飛機要飛到了越南之前 被耽擱了三個小時 因為有異常的健康事件發生 簡單說就是有人覺得不舒服 所以就晚了三小時飛到越南 那沒有想到這三小時 應該是哈里斯人生最後悔的這三小時 因為在這三小時當中 越南的總理范明正 和中國的駐越大使雄崩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會面了 就這三小時就趁這三小時的空檔 越南的總理也明確的表態 就在這三小時之內 越南不會選邊站 不會跟任何國家結盟 來對抗其他大國 就是越南不會跟著美國結盟 來對付中國 我在想哈里斯應該很悶 我人還沒到 我還沒有說中國壞話 我就已經先被判出局了 我還有待伴手禮 哈里斯還帶著100萬的輝瑞疫苗 當作禮物 而且承諾越南24小時之內會送到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中國的解放軍 已經先送給越南軍隊一批疫苗了 而且中國還承諾 越南會再加送200萬劑的疫苗 天啊中國的動作比人家快 送的禮物又比人家多 又比人家大 這樣子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你怎麼搶得贏 好啦結果哈里斯還是來了 那來到了越南 就跟越南的國家主席 副主席還有總理會談 那哈里斯也不拐彎抹角了 跟他們會談的時候 就直接告訴大家要一起對抗中國 哈里斯說我們要尋找途徑 要施加壓力 要迫使北京要遵守聯合國的海洋公約法 其實越南早就知道哈里斯來的目的了 也早就知道哈里斯會這樣做了 所以為了避免自己跳入這場吵架的漩渦當中啊 越南也是做了充足的準備 第一越南的國家主席副主席還有總理 在跟哈里斯會面的時候 他們只准許少數的媒體進入 聽取前面幾分鐘的致詞 然後拍拍照 好就請記者先行離開 然後就改成閉門的會談 免得哈里斯在那邊挖啦挖啦挖啦 一張嘴到處講話 到處黑中國 然後就被媒體整個放送出去 那越南對中國也會不好意思嗎 那接下來呢 越南的官媒在發通稿的時候 對於哈里斯批評中國抹黑中國的事情 隻字未提 這樣就不會造成中越兩國之間的嫌隙 所以說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你真的是要跟中國好好合作 那你就不能當雙面人 沒有道理讓美國來到越南的土地上 然後大放厥詞大黑中國 這樣的話 越南你跟我說你對我很友善 你沒有惡意我誰相信啊 所以越南真的處理得很好耶 如此的防伴哈里斯 而且也怕造成人多嘴閘 又有糾紛等等等等 那這麼的嚴格防範 真的也很不給哈里斯面子 那越南的這一系列操作 真的也讓哈里斯更加的尷尬 說真的啦 眼前我們看到阿富汗的潰敗 真的會喚起越南的記憶 他們是感同身受的 同時也會喚起所有東南亞國家的記憶 那台灣必須要引以為盡 最後越南表示拒絕加入反中聯盟 而且在8月23號當天 解放軍也在三大海域實施實彈射擊 在黃海 渤海 南海等等 北京也真的是厲害啊 一下送禮物 然後一下又有演習 一文一舞 我只能說這一次 中國對於哈里斯訪問越南 所有的策略漂亮